把家里仅有的两万块钱存款都拿出去了 现在我们家只有八百块钱 连这个破房子都要六百块钱 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 25岁的燕子和周子宇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友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两人通过学校的校园论坛 相识相知相恋了 毕业后 两人约好双双留在北京打拼 两年来 燕子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 希望有一天能存够钱回老家结婚买房 而周子宇的计划则是快速地赚钱 完成原始积累 扎根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我们现在毕业快两年了 连工作头都换了十多个 长的也就干了两三个月 短的也就两三天 他现在一门心思地想着挣大钱发大财 想着有一天能发达 我就是不想让他再折腾下去了 我想让他跟我回老家 跟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们的青苏人叫燕子 他提出的诉求是 不要工作了 跟我一块回老家 看了短片之后 大家觉得他的压力大吗 如果压力大 那么请选择在表决器上 按赞成键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压力出印象 压力指数定格在了61% 还是有过半的观众认为 燕子的压力蛮大的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青苏人 燕子和小雨请上来 欢迎你们二位 当然得先听听一下燕子 你的压力是什么 我跟他没法在北京好好的生活 因为他总是换工作 不停地在换工作 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地生活 我就想让他踏踏实实地 按着一份工作去做 不要今天想干这 明天想干那个 真让我们有一点安全感 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做两份工作 一个是电销 然后一个是兼职导购 你月收入 三天左右 两份工作三千多块钱 对 如果我要是一个人 努力工作的话 他也好好努力工作 我们在北京还是可以生活 他不是也一直在好好工作吗 但是他总换工作 他经常换工作 换了多少工作了 最少都换了十五六个了 他长的就能干两三个月 短的也就干两三天 这些工作都涉及哪些门类啊 有餐饮业 餐饮业 然后有物业管理类的 还有他那客服代表 就干一月就不干了 你如果干客服的时候 每天从头打到晚 嗓子回家话都不想说 脑子嗡嗡的 好 那你不愿意干客服 可以啊 你那娱乐城服务员的工作 不干得挺好的嘛 好歹我也是大学毕业生 我去给人端盘子去 让人指指点点 那你公司文员那工作 不挺稳定的吗 天天朝九晚五的 干一个月又不干了 文员工作还听上去可以啊 到那儿就是一杂工 他让你什么都干 我是来干文员的 我又不是给你打杂的 你是大学里学什么专业的呢 是广告设计 那除了这个专业 咱们再去找一个 适合这个专业的工作 大学的时候 我是想做 在广告公司好好做策划 可能做好了 还蛮不错的 去那个公司之后 我发现 学历或者是你 个人的资质 就并不是那么重要 当时我投了多少简历 都石沉大海 根本就无人问津 都会一些关系户啊 提心 说一声 打声招呼 然后他们就会进公司 这些都是他的借口 他经常觉得他运气不好 他总是怨天尤人的 觉得别人都比他好 别人没有付出那么多努力 得到都比他多 他经常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你帮他把牌卖呀 我跟他说了 他根本都不听 他在干那个物业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聚会 然后有一个同学叫乐乐 然后他呢 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 他就不怎么喜欢学习 他自己就去干那个楼盘去了 然后他看人家挣钱了 一月挣七八万 他也就把自己的工作 什么工作七八万呢 就卖楼 售楼 提成啊 对对对 他看别人挣钱了 他把自己工作 那物业工作给辞了 就去跟人家干去了 结果一个月就卖了一套房子 他就觉得人家有背景有关系 就总觉得是人家没努力 其实是他自己不努力 他意识不到这问题的 他总觉得别人是靠关系过去 好多人不都买彩票中奖了吗 他看到了之后 太去买彩票中奖 最开始的他买呱呱乐 买十块钱的 五块钱的 后来买五百六百的 最后什么都没中 你花多少钱了 最后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就中了一个一百块钱 他这样还不死心 你知道吗 他又买大乐透 那个月他开了一千八的工资 全 全美了 一点都没中啊 没有 要不然我怎么说 买彩票是谁说的准 这么说的话我更来气了 下面还有炒股的事呢 买巧票没中奖 又上什么论坛里头 去看人家那个发家史 就是有那个股票发家史 坐在家里堆着电脑 天天就能挣了钱了 他也跟着学 结果怎么样 全赔了吧 又投了多少钱 投了有四五千吧 全在闸子里头吗 当时赔了有三千多 我就觉得这个运气真不好说 说不定哪天我就 转运了啊 马上 所以把两万块钱又拿给那个娱乐公司了 转运等着什么时候转运啊 就是骗子公司 怎么可能捧他呀 他平时没有让别人捧他呀 长得帅 交两万的时候 他也没说包到什么程度 怎么可能 就好多公司都是这种骗子 就让你交钱 交完钱就说给你培训 结果就给他找 随便找个老师 就教你两下就完事了 好 听了你们的倾诉 我们要跟四位嘉宾交流 进入我们今天的减压面对面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也不仅仅是针对于想做演员这个心理 就是说你给我交多少培训费 我来保证你将来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到时候前也交了 身份证也收了 这个人就扣押在那里了 扣押在那里以后 你是学习 还是工作 还是去被迫做一些你不愿意从事的 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就不得而知了 他利用的就是一个人急于求成的心理 觉得说今天我只要把这个钱给你了 马上我就能够成功了 但是记住 成功和金钱是不划等号的 成功和你的天赋和努力才是划等号的 哪有一份工作说我做了三天 我就知道它是没有前景的 我就说汪涵老师 他当年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他是从等观众走了以后 扫地板剪烟头开始的 如果是你 你剪了三天烟头就走了 你会是下一个汪涵吗 你能举出的任何一个例子 我都能告诉你 在你没看到的地方 他招了多少 来到现场之后 引经据点生情并茂 在诸位老师和主持人的声援之下 反复证明你的男朋友是多么的荒谬 多么的不理智 他的目标是多么的不靠谱 他是多么的失败 他失败了多少次 那他为什么不能好好地 从从一点一点地找一个工作 一心一意地去工作 为什么总是想这些 就是空虚虚缥缈的东西 你看你还在继续 天天指责自己爱的人不对 你觉得你扮演这个角色不累吗 燕子 刚蕾老师那么说你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觉 你开心吗 不开心啊 你天天那么批评他 他什么感觉 但是他做错了呀 我真的不认为机会主义者 一定十恶不赦 在这个社会上 有机会主义者 真的找到了机会 并且承担了社会主义 哪怕十个里头九个不行 有没有那一个行 所以你不能说他一定错 其实你不要说这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很不应该的问题 我不是说他做的很不应该 你怎么选择做机会主义 还是踏踏实实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 就像蕾老师所说的 十个也有一个成功的 但问题是 你现在一个月挣一千块钱 他每个月挣三千 你是在吃谁的 对 你在用谁的 这难道还没有对错吗 我每个月也有收入 你是少多少 人家三千你一千 你少多少 按道理来说 不说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 至少应该均等 我并不是我不想 只是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比较艰难而已 以后慢慢肯定就会 别人为你买单 你想叫两万块钱学表演 学什么都可以 请不要赖在别人身上 我没有赖别人 你不是赖在别人身上吗 请问你们俩现在的日常生活开支 主要是谁的承担 其实我不是在乎他那两万块钱 我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就是两年怎么了 再来十个两年又怎么了 你在付出的一切 他只是觉得很多事情都像他想的一样 一向天开 我真的就觉得他这个态度 真让我很没办法接受 他刚才所谓的辩解 不是我不想 他的辩解就是我在成长阶段 你就应该为我服务 你就应该多出点钱 因为我是你的爱人 其实我赚一千在北京 可以租个小一点的房子 我自己照样可以 一千块钱养活得了你自己吗 请问你用了他的钱吗 我不知道 你连承认用了爱人的钱 这个勇气都没有 你还谈什么时间梦想 我感觉我没错 我没有说你错不错 我说你有没有用他的钱 用了 女生其实是愿意付出的 但是你别让我付出 觉得以后 看不到未来 你既然接受了他这个付出 而且你给他的承诺是 我会成功 我会迈出去 但你没有迈出去 你是想直接跳出去 飞出去 但你没有翅膀 你只能坠落 我特别心疼你 燕子 有多少女人 在自己爱的人成就的路上 烧成了灰烬 你去想 将来他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他登上梦中的那个制高点 在那个时候 你在那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没有成就 他在自己的梦想当中 他是一个失败者了 那一天他必将离你而去 为什么 他的失败证明了你的睿智 证明了你曾经 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 你的存在就证明了 他败的很彻底 他一定会离开你 你去想你要不要 在他成就的路上 把自己烧成灰烬 如果要说错或者是对 首先得说他 错或者是对 他对的是对你一心一意 他错的是对你百般包容 他就应该早就把你一脚踹着 让你自己自立更生 你要是下一顿饭还没着陆的话 你根本不会脑海里想梦想 你会饿的去找食吃 找不到神 你就过三百两百你也干 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至于你 不要跟我谈个性 个性是在吃饱饭之后谈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做了 我今天是完全能够胜任嘉宾这个角色 但因为我个性上很不好 我跟制片人说 我要包机来 要给我住总统套房 结果人家说你是谁呀 不用你了行不行 结果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这就是简单的 被我的个性驾驭了我的能力 这个事情反过来 我给制片方开出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合理 但是主办方没有给我说 你自己坐飞机来 也没人接机 你自个儿到路里旁来录 如果我忍了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并且我发挥了超长的能力 我给节目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制片方反省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胡老师 我下次不用他提 我一定给他丰厚的条件 让他节目做得舒舒服服 住得舒舒服服 那么请问在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用我的能力 驾驭了我的性格 那种效果 显然是用能力驾驭性格 而不要被自己的性格 驾驭了能力 跟我玩个性 人生的这一辈子 你不会苦一辈子 但你一定会苦一阵子 你要是逃避苦这一阵子 你必定苦一辈子 你现在有人追吗 有 追你追到什么地步了 他不会很直接 他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关心你 安慰你 然后他又很努力 就像他曾经在大学里头那样努力 就让我觉得很踏实 如果他选择那男人 你恨他吗 如果他选择的话 我不会恨他 为什么呢 大家都是自由的嘛 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他好释然呢 心里老师解释一下 不是 是这样啊 他关键是说 如果他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 你并不恨他 而且谈得非常的云淡风轻 所以其实姑娘 你考虑考虑我刚才的建议 你为他燃烧成灰烬 也得他把你当回事才行 这个姑娘 是在有一个踏踏实实的追求者的情况下 甘愿为你燃烧 甘愿为你朝夕 我就觉得我个人 就不会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 你所想的 不是赶紧把这个女人争夺回来 你所想的是 我怎么在现场 保持我一个男神形象 别跌了份 对 如果今天这个女生选择了离开 你也不伤心是吗 你真是到了一个境界 那就是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顺其自然 你爱他不 我一直挺喜欢的 喜欢 可以了 一目了然 小伙子 听多少 听得明白多少 记取多少 都是你的事 人生是自己的 路得自己去找 好吗 请选择 我选择让他自由 谣我选择 我选择 就真是 我是什么 是 不是我 太自信了